Facebook的创始人目前宣布 与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 他说道这是上天给予的一个大礼 首席执行官马克·扎克伯格与妻子陈慧贤的女儿 正式地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 同时他们承诺将会成为一个大礼 会捐赠99%的Facebook的股票给慈善机构 而股票总价值约为450亿美元 这将会捐赠给慈善机构 为了下个世代所有孩子 提升人类潜力和促进平等 不出意外这是对于社会来说有帮助的力量 而这对夫妇在他们的社交网站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将会用我们有限的力量 去帮助他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 希望在他长大之后 而这篇帖子吸引了超过57万个赞 这其中包括歌手夏奇拉 前加州州长史瓦辛格以及盖茨 扎克伯格先生控制约53%的Facebook的投票权 他所持有的4.19亿B类股拥有10票 另外一个方面他还持有400万A类股 金融时报报道 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一份声明中说到 计划出售或者是捐赠每年不超过10亿美元的Facebook股票 在未来的三年中 在可预见的未来 他计划保留他在Facebook的多数的投票权 这对夫妇的慷慨更快地得到了认可 慈善家巴菲特就表示对此行为的支持 他在Facebook的文章中说到 马克夫妇这一承诺无疑是令人惊叹的 这是大脑的强强组合 这样的贡献将会改变未来百万人的生命 我代表未来的几代人 感谢他们 Facebook表示 扎克伯格先生还是致力于公司的发展前景的 他将会继续地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执行官 这还会担任多少年呢 这些都是投资者们目前尚不清楚的 周二尾盘 Facebook股票在一天上升2.8%后下跌0.1% 有些人认为 他们向慈善机构捐赠股票的行为 仅仅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所以敬请期待